社大同掏空案林卫山被扣押土地和股票联合报系资料照记者苏卫荣摄影分享 大同集团董事长林卫山社掏空案林卫山不服财产被扣押提出抗告 最高法院今天博回确定林卫山今天声明指出 目前尚未收到最高法院裁定尚无法评论 林卫山社掏空案台湾高等法院更一审日前对他判刑八年并扣押九亿多元资产 林卫山不服财产被扣押提出抗告今天遭最高法院博回确定 对此林卫山发出声明指出目前尚未收到最高法院裁定 对于媒体今日报道尚无法评论 林卫山指出针对台湾高等法院8月27日更一审判决以依法上诉 目前该案仍在司法审理中 检方在民国100年10月的起诉认定林卫山涉嫌因个人投资的通达国际公司亏损 净挪用大同资金新台币十多亿元一柱 依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起诉林本人 案件进入法院审理高院更一审认为林卫山常年担任大同公司重要领导干部 却为一己之私而辞意挪用公司资产 致大同受有高达13亿元的损害 损害大同股东权益并危害投资市场正当运作 因此在今年8月23日将他医症交法夹重背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并可罚金3亿元全案经上诉目前由最高法院审理中